俗话说,父不过三胆,就是警告人们,如果没有正确的金钱关,万关家财也会被子孙败光。 金钱关不仅是人生的第一关,也是长安家风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所以,在孩子很小的时候,就要开始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金钱关。 什么是正确的金钱关呢? 怎样教育孩子学会花钱呢? 人类最可笑的事情,就是我们为了自己生活上的方便,我们会去创造某些工具。 可是当这种工具创造出来以后,我们很快就变成这个工具的奴隶。 这不是很可笑吗? 你看钱,是我们拿来当作交换货物的一种工具。 以前没有钱的时候,我们是以货易货,那个手术比较麻烦。 经常那个价值无法评估,有了钱以后就方便了,你可以订价,我可以出价,愿意我去付,这个钱就解决了。 但是,现在人离不开金钱,而且很快就变成金钱的奴隶。 你看坐飞机的时候,就算在头等舱,上来的人已经都有一些社会地位了,从头到尾离不开钱。 那就人生第一关都过不了了。 所以我们交缝里面,金钱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 金钱光一定要从小孩子开始,你才有办法培养。 我就听到有一家人,他的小孩大概十五六岁,就跟他父母讲,我不想读书了。 我不读书了,你们怎么说,我其实不读书。 那父母怎么要欠读没有用啊,就来问我怎么办。 我说你把他带来吧,我问他给你听嘛。 他来以后,我就请他坐下来,我问他你今天几岁啊。 他说我十五岁了。 我十五岁人家都在读书,为什么你不读呢? 他说读书没有用,我为什么要读? 我说你怎么知道读书没有用呢? 他说读书就是为了赚钱嘛。 我不必赚钱,那我读书干嘛呢? 你看他讲得非常有道理。 我说你这么年轻就知道你不必赚钱啊? 他说是啊,我父母有的是钱啊。 我花都花不完啊,我怕什么? 我不要读书,因为我不必赚钱。 那父母都在听。 我说你父母也没有多少钱啊。 他说我不管,反正没有钱,他们到银行去领就有了。 还有更小的在庙人。 你带他到玩具店,他要买玩具,你不买给他就哭啊,就在地上闹啊。 你跟小孩也是无视自通的。 他知道他一闹,父母没有面子,那只他买给他。 他这招会管用。 那父母都觉得没有办法,那小孩没责。 我就把那小孩叫过来。 我说你一哭,你爸妈就有钱了。 他说当然有钱了。 我说为什么呢? 他说他有个小卡片,到那边一插进去,钱就出来了。 我在告诉各位父母,当你带小孩去银行提款的时候,你要告诉他,这个不是钱。 我再插也没有钱。 我这里插的有钱是因为我有钱存在里面。 那钱是难赚的。 你有什么叫他? 你造成那种假象说,哦,把塑胶片插进去,那钱就进来了。 那太容易了吧。 我再说一遍。 父母有责任要交代小孩正确的金钱。